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生活甜思思的时间 Chasa 平日我们煮食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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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最好吃 但是有些甜品 做完马上吃都会特别好吃 是的 像今天这个 像鮮芒果拿破仑切饼 都是立即做好,立即吃,效果最好 是的,拿破仑有很多層 而且有很多層酥皮,很好口感 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做酥皮呢? 没错,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拿破仑酥皮 好了,马上看看酥皮的材料 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酥皮,听我平时看到它摺很多層 都好像比较难做 其实酥皮也是我们做一个 烘焙甜品的基本功,熟杂了一点也不难 我们这样开始,吉士粉,大粉 鸡蛋,这也是想面团比较香 是 砂糖,少许盐 鸡蛋 发均匀的鸡蛋,剩一部分出来 是 好,清水 看到很多材料都全部倒进去 是,只要看着你的食谱 全部倒进去,清适份量就可以 加少许室温滩软的淡默油 然后慢慢搅拌它 因为这里的水混油,未必搅拌均匀 适量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是 关掉机器 加少许低筋粉 还有高筋粉 但是我们慢慢搅拌它 我们先搅拌均匀 我们搅拌均匀,差不多一团才可以 用打蛋机来搅拌均匀 好,把它搅拌均匀 对了,这些面粉不要让它飞上来 放过去 平时,如果我们不用手机地做 可以用手搅拌均匀吗 可以的… 不过我通常するly 其实我们可以用手在碗面搅拌均匀 形成一团 对,不如用手机地就不用用手臂 就这样冰静了 对… 因為平時它會黏黏黏,黏住手 對 我們打到麵團會見到有點軟軟軟軟 而且軟滑一點 這樣可以了,然後我們關機 先把兩個工具拆開 用一點手粉幫助 用膠刮硬的手粉,把手粉拆開 平時在家裡,我擔心如何把麵團拆開 原來就是要沾一點手粉 對,這樣不會黏你的工具 就可以再用膠刮刮出來 而且千萬不要黏住手機 記得要把這兩個工具拆開才清理 因為手機是摩打,對吧 然後我們這個麵團 輕輕冷藏它大約10分鐘左右 先把麵團拆開,我們才摺酥皮 麵團不用冷藏很久 用麵團輕輕冷藏它一會兒 為甚麼要冷藏呢? 讓它沒那麼黏黏黏,對吧 而且它的溫度和牛油又接近一點 所以不用冷藏太久 我們首先把牛油拌一拌麵粉 剛才才說不用太多牛油 原來牛油和麵團是多少份量 其實牛油和麵團的份量是1比1 不過我們這裡做到差不多10件餅 你不是一個人吃光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 偶爾吃一會沒問題 我們先把牛油拌一拌軟 因為它冲凍了很硬的牛油 現在拌一拌就比較軟,對吧 對 而且我們用了兩種不同的牛油 對,一個是有鹽牛油,一個是沒有 對,這是82%的片莊牛油 這是99.9%的奶脂成分 所以牛油味較濃縮 對,兩種可以讓它更香 對,這個麵團我們輕輕壓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拌一拌 好,就不用拌到很大片的 把牛油放在中間 這個可以放在面上 輕輕輕包住它 包住它 對,四邊拉著 好,包好之後呢,灑一點手粉 反轉它,表面也少一點手粉 但通常大家會誤會 我們一拿起麵棍就會滾它,對吧 對 其實我們不是滾它 要拌薄它才會滾 對 首先我們這樣拌 我們這樣拌,是不是看到鬚皮會吞長 對 橫拌 就會吞腹了 對,每邊這樣 平均拌薄它 如果沒有麵粉就灑一點在面上 最重要是底部不要讓它黏著桌子 好 拌薄了之後,我們才這樣拌 左右 然後上下 看到我們桌面 寫了 三三三四四個字,對吧 是 那怎樣為之三三三四呢 我們開薄了那個鬚皮 然後搭三分之一 這樣就是三層的意思 我們做了一支工作,可以把它塗掉 因為我們摺三次都是三層 很容易會忘記了 所以這樣做個記號也有幫助 我們又再重拌它 因為我們看到凸薄了之後 稍微拌兩下就可以了 就不用拌太多了 稍微拌左右 上下 我們摺了兩次之後 可能會覺得油開始 很軟或者想融 所以我們摺了兩次 放進冰箱 讓牛油先凝固 再繼續做兩次工序 我們稍微拌一拌 我們稍微拌一拌 那個油會看到它會凝固 稍微拌 但不要太硬 如果不可以按它 把它裂掉 這樣就硬了 好 再稍微拌 做兩個工序 好,我們又摺了麵團 又要摺三層 是 裡面又不要太多粉 如果有粉,掃走它 我們做了第三次工序 再重複做多次 好,我們呢 第四次是摺四層,是嗎? 所以看到它長一點 就沒有那麼闊 我們放四層就這樣 對摺 然後再搭上它 我們做了四次工序 完成了一個拿破崙酥皮 然後呢 我們要再雪到它凝固 才可以再用來拌薄它 我們首先 將酥皮頭尾兩邊切開 然後將酥皮攤開 搭軟一點 接著就將那些切出來的頭尾 鋪在中間 和搭上酥皮 然後呢 再用麵棍 凸薄的酥皮 然後再開到它大約 三至四個mm左右 然後呢 用叉 疏走一點空氣 接著就開三條 然後呢 平均放在焗盤上 然後把酥皮放在焗盤上 然後把酥皮放在焗盤上 就不要馬上拿去焗 因為我們開的時候 可能還是厚一點的 這樣呢 放進冰箱 讓它凝固一點油 接著我們呢 再滾到我們要求的厚薄 現在這樣呢 我們很容易地 開到它 三至四個mm的厚厚 我們才放在焗盤上 我們開到三片 都差不多厚薄 其實最重要的厚薄要平均 為什麼呢 因為厚薄平均一點 酥皮焗出來就會成塊金黃色 如果一度厚一度薄 厚那裡就焗不透 薄那裡就會焗了 因為我們再焗了之後 它好像… 焦了焦 焦了 對 黏在一起 我們再疏一點空氣 我們呢 接著就把酥皮 放進一個預熱热的焗爐 用200度火 放在中間那層就可以 焗到酥皮 看到它慢慢金黃色 我們分幾次 把它轉到100度 焗到它成塊 感覺到它很鬆脆 這樣就可以出爐了 哇 好香啊Charles 你煮這個甜品 隔壁左右 一定會走過來 問你拿幾塊過來吃 因為焗牛油的香味 是很濃的 太香了 我們平時焗完出來之後 就要先攤一下它 對 如果你在家裡 想馬上吃 出爐可以趁熱的時候 切了自己要的大小 就放生果 放一些吉士就可以吃了 那今天我們會怎樣吃呢 今天我們會先淋上朱古力 淋上朱古力的意思呢 讓朱古力隔開 有時的水分 讓皮不容易軟的作用 哦 然後我們輕輕地切開它 我現在就這樣塗朱古力 我已經很想吃了 對 所以可以這樣即食都可以 是的 對 然後我們有個吉士忌廉 對吧 是 我們用打起淡忌廉 然後就加椰奶 鮮奶 和一些積蓉的吉士忌廉 拌勻它 然後放在冰箱 輕輕冰它一會兒 拿出來就可以包起來了 我們這樣擠一些下去 然後我們放一些芒果 芒果我們不要切得太薄 是 厚厚的讓它的口感豐富一點 因為我們放一片片 不是放一粒粒的 一粒粒它很容易散 很容易掉 對 我們整塊這樣擠上去 是不是很豐富 很棒 就是放一片片 我才覺得很棒 平時拿破崙都是混合吉士忌廉 再加一粒粒的芒果 我們搭的時候 也要留意一下 譬如有皮比較薄 我們就搭在厚那邊 厚的就搭在薄那邊 讓它的厚薄平均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將它這樣 動起來放 其實放平放也可以 除了你自己喜歡 我喜歡這個 好像新款一點 所以我會這樣擺放 不會因為吉士忌廉 它會有少許凝固 是 然後我們可以加少許裝飾在面上 是 先加少許吉士 我們可以隨意加一些水果 隨意大家喜歡的口味 這是什麼? 這是新鮮的無花果 哇 無花果平時是否用來煲湯 煲涼茶 這些新鮮的無花果 可以當作水果 其實我們做餅 很多時候都會用它來裝飾 是嗎? 很特別和很漂亮 是 紅莓 除了大家自己喜歡的 加什麼水果都可以 有些乾身的水果 我們可以加少許糖霜 做裝飾也可以 是 拌一點 感覺又不一樣 是 冬天感覺一點 好像下雪那些感覺 好 好 好 這個這麼漂亮的鮮芒果拿破崙切餅 大家也可以回家嘗嘗 毒 水果 放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